就是他們出題的委員裡面沒有特別 因為其實加號本身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加這個東西本來就是在正規表示法裡面 是前面的這三個字至少出現一次以上的意思 它是屬於正規表示法裡面的判斷符號之一 所以如果你今天假設我剛剛有demo給各位看 但我其實我也沒有特別去看 同一居然有看出來 對我現在想對TQ 加號怎麼不見 因為加被吃掉了 因為它認為加 有點像這個東西就是我要判斷前面的東西的一個符號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不對啊 這樣的話我其實我要找TQC加不是找TQC 但是正規表示法認為說你要找TQC加的話 它會認為說你是出現一次或一次以上的這個規則 所以那個加是它的正規表示法的規則之一 而不是一個字喔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出現TQC加這個完整的字詞的話 記得它多做一件事情 必須在什麼呢 在TQC加的加號前面做一個什麼 拖曳字緣的動作 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加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加號不是一個符 不是一個你規則裡面的一個符號 而是一個字緣 一個字喔 所以如果你加反斜線加的話 它才會把它當成是一個字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如果你做這件事情之後的話 你把它輸出 你會發現剛剛的TQC加號 加會不會回來了 加就回來了 有沒有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你看差一點點 還有呢 我剛剛本來想說 那如果我現在把它放在那個input X 先丟給一個X 再丟過來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它不接受 它一定只能怎麼樣 它的參數一定要只能在這邊輸 你不能說先丟到一個變數之後 再丟過來 它也不過客喔 可以嗎 可以嗎 真的嗎 我 那不可能 比如說我現在 現在假設我input的這個地方 如果我input的直接 我X 你直接就丟這個給它 是不是 直接輸入 要把計算力寫下來 可以嗎 試一下 X 我剛剛試不行 也可以 那可以 所以 它還是說我少加了什麼東西 OK 好 明白 反正呢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說你重點 因為這一題 其實我覺得它以後改版應該的 一定要 就是 再把它修正一下 否則的話 這個其實這題目本身就是有一個小bug的 OK 所以同學 沒有問完 沒有特別發現 OK 顯然這個同學有敏銳過人之處 OK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符號 是 這個符號是幹嘛的 哪一個符號 這個 6 向上的符號 向上符號 對 6 字母6 其實我剛有介紹的就是說 你們可以參考另外一個網站 就是 這個什麼 w3school 你可以在這邊fine一下 因為這裡面其實有叫python 那這個裡面的話 你可以把它尋找一下 fine一下 那個什麼re 你re 找一下 它裡面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它python的re 其實這邊也有一個比較 我是覺得它裡面 這邊有多一些符號 因為那個正規表示法 說真的 符號很多很多 而且我們剛剛講的只是其中我們會用到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還用不到 像這個 比如說像那個 向上符號就是什麼 一個 starvis 就是哪一個字串的開始 老師那為什麼它還有其他的功能是可以反向來 就是nark的意思 有啊 它符號一堆啊 我跟你講 這東西 正規表示法太複雜了 直接跟各位講 所以我自己不是那麼喜歡用 OK 但是 也不是說它不好用 它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你那個規則如果沒有下對 你東西就出不來 規則還蠻多的 所以 太多了 你不知道你裡面其實網路上找一大螺框 但是有的時候 這個東西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你要對於整個正規的表示法裡面 所有的相關符號很清楚 否則你會有時候反而會花很多力氣 還找不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 像要解決一個問題 不是只有單一方法 正規表示法是其一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我是建議你也可以用別的方法 像 字串裡面不是有fine方法 像我有時候我會兩者兼用看看 我發現用fine方法的好處是說 反正我可以逐一逐一的去敘述 像如果我找那個email信箱 那我可以找這個 先把網頁資料查回來 先找小老鼠不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再從小老鼠去判斷 前後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一個email信箱 如果是就把這個字串抓回來 這也是一個方法 有沒有 OK 好 所以 應該OK吧 你現在找找看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但是 它能夠做的事情實在還蠻多的 所以我這邊也推薦各位 其實在那個 WNS Group 其實因為我叫Python 我覺得它Python裡面的敘述還蠻多的 而且旁邊還有try 可以讓你try一下 有沒有try一次 每個地方都可以try一次 底下還有相關的 哇更多 有沒有 這邊有一堆 一堆規則 一堆規則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老師我發現 問題是那個 看一下那個202集 那個美元收盤匯率 那首先第一個 請各位就是要先找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 它是個壓縮檔 因為在那個雲端上面 它不允許人家丟一個網頁格式上去 所以我把那個read.html 壓縮成是IP 那請各位下載之後 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 把它丟到那個 我們根目屋底下 所以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這個 read.html 這個 那打開的話 它就有一個網頁 不過我們不要在內部打開好了 我們直接在那個下載的這個地方 一樣我把它點兩下 它應該會用Chrome瀏覽器來開 它問題是用什麼來開 用Chrome來開好了 其實這個裡面 它其實就是 有點是預先幫我們把這個HTML的網頁先抓下來 因為它可能擔心說將來連線會出錯 因為畢竟那個網站並不是GQC的 所以將來如果台銀外匯 假設這是中央銀行的 那中央銀行的網站上面 它有提供這個東西 日期 然後後面有個NT斜線USD 就是說 這應該是NT NT$ 台幣 然後斜線USD 那底下應該是 意思應該是 台幣轉美元的匯率是多少 也就是說它這裡面應該是兩個欄 所以我們第一個 一樣按右 選取這個日期 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檢查什麼呢 檢查這一個資料裡面 它到底結構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它裡面的話 各位往上抓 抓到的話可以找到一個 Table 關鍵的地方 也就是說它這個一定是一個 Table 一個表格 有沒有 那表格裡面的話 一樣會有個class 所以我們可以跟之前一樣 如果說我今天 那考試的時候其實也是啊 它用那個BeautifulShoot 先抓Table 然後再抓那個DataTable2 那接下來的話它要抓哪些 其實就抓這個表格裡面所有的東西 可是這個表格裡面所有東西要怎麼抓的方法 你會發現當然每個人的見解都不一樣 我發現那個真照考試它給的那個原始碼我覺得有點太隆藏了 而且有些敘述我覺得不一定要這樣寫 但它寫的有點怪怪的我不太喜歡它 所以一樣我會先提供給各位一個是我的版本 然後第二個你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版本量方面比對一下 那你可以再找出一個你覺得最適合的寫法 那首先第一個一樣 先把那個HTML那個網頁抓下來 第二個的話一樣檢查一下 檢查你可以看到它的結構一定是Table class這個 所以我們已經找到第一個線索 第二個線索 再來的話裡面有TR TR就是它裡面的每一個列 有沒有 所以底下這個是這一列 這一列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這個列 這一列 這一列的話裡面是 結構跟其他列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你們也可以把它再檢查一下 這一列 你會發現 第一個TR展開來 它的裡面放的是TH 那其他的這個TR的話 裡面是放TD 那這個裡面放的日期 跟那個什麼NT$斜線US$ 那底下應該都TD了 TD放的那就是什麼 放的日期跟它的匯率 所以如果今天希望把這些東西全部抓下來的話 我前面好像有寫過嘛 第一個我可以先抓什麼 抓TH 可是TH只有兩個 那我就TH兩個先擺 左邊右邊 然後再抓裡面的TD 把所有TD抓回來 但TD裡面抓回來的是 它裡面一樣是兩個 所以我兩個的話怎麼抓 如果我用For i in range的話 那我i就是一樣從0開始 到它總長度為止 痘點後面我就 痘點2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先抓i 有沒有這個如果是i的話 那後面這個就i加1 有沒有 i i加1 i i加1 那分別把它抓下來 所以我這邊有個寫好的版本 基本上第一步請各位先把東西丟過來 第二步的話呢 我就寫一個之前寫過的版本 那總共行數大概10行而已 就是一樣 用那個fromBS input beautiful shape 那因為這個檔案呢 我放的位置是在 一樣f等於open 它的檔案位置在這裡 然後一樣是把它讀啦 那不過呢 那個症状考量用它讀的方法 不是用這個方法讀 它好像用其他方法讀 我覺得有點麻煩 用這個我覺得比較簡單 然後encoding的話它是YouTube吧 然後呢 並且把它讀到的東西全部讀過來 所以我這邊呢 就是f 把它點read 就是把這個檔案全部讀 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網頁裡面的原始碼 全部都讀到 這個f.read 全部讀取 然後呢 用那個beautiful shape去做 後面的話呢 我是一樣啦 用html.parse 把資料爬到那個sp的物件 然後後面做什麼呢 去fine 因為它只有一個嘛 table 名稱叫什麼 data table 2 就剛剛各位看到的 上面兩個標籤 然後我先找它的th 所以呢 fine all th 把這個找到的 先找th 然後把它做什麼呢 輸出兩個 一個 所以輸出兩個的話 就是第一個是它前面的這個 這個 叫日期 然後旁邊 逗點再放這一個 OK 所以我的寫法是這樣啦 就是 把它先做一個 格式 兩個大瓜虎中間加一個逗點 然後formate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找到的資料 0跟1 因為其實只有兩個 所以我就沒有 全 再跑個回圈了 因為它只有兩一個 那個什麼日期 那個 然後跟ntdl兩個 所以我把它分別放到這邊來 所以跑出來的話 我們先跑這個 資心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資心 它看到的應該就是 這個 OK OK 日期 跟逗點 ntdl 就是它上面的th 就是它的head的部分 那底下的資料要列出來嘛 所以底下的資料怎麼列出來 其實我底下的部分 只是說把什麼 把上面的部分 再把它 再 再把它做 其實我記得我之前是 把 這個程式是拿上面這個程式 複製貼過來改而已 OK 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我記得好像是 幾個地方改 這個地方怎麼改 因為是 抓的話不是th 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貼的話這邊把它改成td 有沒有 因為它先head 然後再td 那底下的話 如果我只有0跟1的話 那把它執行 它就是抓到 第一個td td 跟第二個td 那不對啊底下怎麼辦 所以底下我記得我是把這邊呢 再enter一下 寫一個什麼 for回圈 for i 有沒有 in range 這個前面都有寫過了 所以我就照 有點像標準化的流 標準化中 0 0到 len 刮弧 然後怎麼樣呢 名稱的話 也叫sp1 然後冒號 當然你也可以取另外名稱 sp2 然後呢 把這個後面的print tab 一下 在裡面 把他開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要豆點2 為什麼豆點2呢 因為我是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 一次跑兩個就對了 而不是一次跑一個 OK 所以間隔 先0 再來就2 4680 OK 然後裡面的話 就把這個給它改成i 就可以了 這邊再把它改成i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就大公方 還加1 對 還加1 不錯 你這個有 那個 有潛力耶 這個 很多細節都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你 應該還蠻適合 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對對對 或者你們可以組一個team 你是負責coding 對不對 其他人負責提供idea 也不錯啊 因為其實一個團隊 不是說所有人都在coding 有的人coding 有的人比較強 有的人是負責說 我把你 就是說 我想做的東西 把它規劃出來 對 對 有的人可能比較 就是會排schedule 有沒有 就專門就做pn的角色 對不對 OK 然後 反正互相 我是覺得 這也是一種磨 磨練 就是說慢慢 因為像一個公司 一個微創公司 慢慢怎麼起來的 其實就慢慢 互相磨合 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然後聚集起來 剛開始是玩票 越玩好像 越有那個心得 然後慢慢就把一個東西弄出來 其中案例還蠻多的 蠻多公司 其實慢慢這樣玩起來的 我記得好像 像什麼什麼 Mobile 01也是 剛開始也是弄個論壇 也是志同道幾個人 然後慢慢 其實他弄一個公司了 對不對 還有像什麼 以前有一個 什麼什麼小站之類的 反正也都類似像這樣子 慢慢把它弄起來 最後我們把它弄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知心 OK 全部都出來了 OK 那總共的話 大概行數 如果扣掉不需要的話 大概就只有 八行的程式就完成 應該可以看懂我在寫什麼吧 其實這個就是我習慣的寫法 可是 各位可以再比較一下 比較什麼 比較那個 就是TQC他所提供的程式 他將來要你們寫的 不是我剛寫在這裡 他是希望你寫成這樣子 OK 那有哪些不一樣 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第一個 他會用到CSV 有時候我真的搞不懂他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這麼喜歡用CSV這個文章 這個文章很難用 為什麼一定要拿這個來用 你看光用這個 比較早開發出來的文章 也不是啊 因為你open 你open的那個方法 其實本來就那一件就有了 CSV只是他另外額外要 input 可是我覺得我們 用來用去 我們用open的那個方法 f等於open 其實就可以搞定還蠻多的事情 但是我不太曉得 因為可能每個人有每個人考慮的點 我只是提出來 因為我也試很多方 我覺得我會盡量試 程式能夠越寫越簡短 而且沒有出錯的問題 然後他這邊又多一個 另外的話 他讀檔的話他怎麼讀 他又另外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UILLAB 這個UILLAB我們之前有用到 我們用他的一個方法叫PASS PASS什麼呢 我們有那個網址有沒有 那個Yahoo 還不知道各位記不記得 那個Yahoo股市有沒有 那個 他那個後面的名稱又會要轉碼 有沒有 會有LAN碼 所以我們用了UILLAB OK 這邊他也用了 他用來做什麼 他用來open 不過他為什麼要多這個東西 其他就是大概這些 後面的話他當然也是去抓 不過他是抓什麼 我是TH跟TD 他是去抓TR 用TRTR也沒錯啦 TR是一定 然後呢 但是他底下就做邏輯判斷 分成HTH跟TD 但我覺得怎麼寫 就覺得怎麼就不是很 很OK啦 所以這邊提供了一個參考量 兩邊可以參考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就是說呢 他用BeautifulSoup後面 他是用的叫X XML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我們之前的爬 用BeautifulSoup 爬的方法至少有兩種以上 其中一種我們用最多 就HTML的點Pass 另外他用的是什麼 XM 不 應該是L XML 這個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他優點是效率比較高 那問題我們是要不多 所以真的感覺不出來 他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你一直行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什麼 誒 這個地方出錯了 什麼地方出錯了 他有告訴你 他說BeautifulSoup 他後面這個參數 他找不到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你將來要用 另外一種模式抓 網路資料的話 那你必須還要多安裝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怎麼安裝呢 其實就是你就是 之前一樣Pipe 空一個install 把這個名聲填上去就可以了 安裝有沒有 安裝外部的 另外我順便交給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如果你將來不想要用那個方法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安裝另外一個方法 我剛好跟各位講過 在Windows Prefurnace裡面 找到一樣我們設定那個什麼 Pipe Interpreter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Manager with Pipe 如果你要安裝的話 我們之前是打Pipe Install 有沒有 其實現在另外一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更簡單 你只要install後面 把剛剛的那個 那個Package名稱 貼到這裡 後面只要按一下Run就可以了 Finish 這麼快嗎 那理論上 理論上以後你要安裝的Package 你也可以從這邊安裝 而且非常的快速 直接呢 亂玩 按右鍵貼上 然後 Finish 這樣OK了嗎 這個再看看好了 OK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Library 它另外額外安裝 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安裝的方法 可以用剛剛的那個方式 會更簡單 我再看一下 還有哪個地方有問題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的參考程式 雲端上也有 那我們中午先休息一下 剛剛的部分在第13頁